两个名人的叠加效应令现场份外热烈 闪烁的美光灯让陈丹青很快就浑身不自在起来 今天讲述的主题是都市与电影的关系 在陈丹青眼中王家卫就是都市电影的典型代表 是一个不按常理出招的截截癖狂的导演 而王家卫回应说他拍摄电影的冲动来自于都市空间的急剧变化 东协西都使他对都市生活的逃离 之后回到香港城市的快速发展又给了他新的灵感 一个月的时间重庆森林横空出世 陈丹青和王家卫共同的疑惑是作为都市电影的摇篮上海却始终没有诠释出真正的都市题材 王家卫表示他自己非常迷恋上海的空间 他的城市对我来说是在中央 我从小的时候我妈妈在中央 我外公的家 我们是从中央 从中央路上来走去 这下间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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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中央那些 处啊阳光啊 还有那些人在那边的 住室居 基本上就是这个 这个上海的一个空间 王家卫即兴漫谈 而陈丹青专门列好提纲而来 两人一进一动的讲述风格引发了不少笑声 主席论坛在一个小时的开放式讨论中结束 王家卫表示如果有机会 他还希望圆一个三十年代的上海梦 先雨乐再见 上海梦 宮城 电视频 搭讨论中结束